扫地僧的真身是谁 锦庸 江肖锋 段玉 虚竹的名字合起来读 不可否认 天龙八部的武学 被金庸推到了一个新的巅峰 整个时代充斥着大量玄幻神器 隔空商人的神功 九魔制的火焰刀 段玉的六脉神剑 销锋的擒龙功 虚竹的生死符 就连慕容博射出的参合纸 都能达到有之无形 隔空商人的妙境 正当读者们为段玉 虚竹 销锋等人的武功 嘖嘖撑起之时 藏金阁突然冒出一位无名老僧 他双手合十 就能记起一道无形弃强 历时就将群雄的拿手绝技 画得干干净净 扫地僧的攻击手段 同样超反入胜 他轻飘飘地拍出一掌 顿时就击毙了慕容博 萧远山这样的当事高手 随后扫地僧一手提着慕容博 一手提着萧远山 从窗外翱翔而去 萧峰无论如何发足几奔 总是追赶不上 谁又能想得到 扫地僧再次施展神功 不仅复活了萧远山 慕容博还医植好了 他们二人身上的顽疾 总的来看 扫地僧当之无愧 乃天龙第一高手 他的内功 外功 轻功以及佛法修为 都到了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至高境界 但直到天龙巴不落下 剧中的帷幕 扫地僧的身上 依旧藏有诸多谜团 首先 根据原文的设定来看 扫地僧并不是一直待在少林寺 在这之前 扫地僧是和门和派 其次 扫地僧的武功修为 可以碾压天龙时代的任何高手 就算是段宇 驱逐 萧峰三兄弟联手 恐怕也不是扫地僧的对手 但奇怪的是 扫地僧明明可以凭借 深不可测的武功 开宗立派 广受门徒 为何要屈身于少林寺 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扫地和尚 第三 扫地僧在谈及利器反噬的时候 他认为不仅少林派有直剑杖 其他的门派也有类似的武学杖 只因武功越高 所惠的杀人技巧就越多 体力的力气就会越来越重 终有反噬修炼者的那一天 从扫地僧的言谈举止来看 他似乎也遭遇了力气反噬 难道这个就是扫地僧藏身少林 隐姓埋名的原因 而且当揪魔智施展72绝技的时候 扫地僧一眼就看穿了揪魔智 是一小无相公作为内功根基 继而催动了少林寺的72绝技 这样一来 种种迹象都指明 扫地僧貌似乃逍遥派的某一位高手 其实 想要弄清楚这个答案 只要将断玉虚竹 萧峰的名字合起来念就知道了 取虚竹的虚 断玉的玉 以及萧峰的峰 可以得到虚与峰三字 这三字又和虚与峰同意 是冯虚与峰的重要组成部分 冯虚与峰出自苏氏的前世必复 文中写道 纵一尾之所如 林万情之茅然 浩浩忽如冯虚与峰 而不知其所指 飘飘忽如一是独立 与化而登星 看到这飘飘忽如一是独立 与化而登星 是不是会第一时间 联想到一只脚 踏进修仙之门的逍遥派 而且很多读者 还不知道的是 在金庸的最早设定之下 逍遥派有一门顶牛武学 换作逍遥御风 这门逍遥御风的前身 就是冯虚御风 凑巧的是 金庸还在新修版 天龙八部的末尾 增添了这么一个片段 那是段宇 带着王源等人 去布老长春谷 追寻布老神书 到了长春谷才知道 一个结论 逍遥子为了追求长生布老 将逍遥派的掌门之位 传给了乌鸦子 这里云游四海四处追寻 能够与天地同树的法门 在得了布老神书之后 逍遥子单精竭力 否心力血的苦练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因为太过于追求 逍遥子心魔大胜之下 遭遇了利息反噬 幸好逍遥子功底深厚 这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为了化解体内利器 逍遥子再一次踏遍了千山万水 直到来到少林寺 领悟了佛法中的慈悲心怀 逍遥子这才成功化解了利息 随着逍遥子的佛法修为越来越高 他越是乐在其中 随后索性化为一个 其貌不扬的老和尚 在藏金阁扫地 再也不过问江湖的 是是非非 直到消风消远山 慕容伯慕容父 九魔智即将在藏金阁 爆发一场血行厮杀 扫地僧这才出手 从而成功化解了一场 纠缠三十年之久的血海深仇